退燒止痛藥一盒難求 直擊中國多家藥局 架上全空 民眾恐慌 臀藥價格也翻倍狂飆 臺大名醫師錦中分享 上海朋友收到群組流傳消息 一瓶十五塊人民幣 約臺幣七十元退燒藥 漲到兩千八人民幣 當天晚上再漲一次 要四千到四千五人民幣 幾乎將近臺幣兩萬元 黑市黃牛 南瓜物資 最怕老人小孩受影響 而同樣狀況 臺灣也有 第一的這一個品牌的話 只是證實一件國人 有搶禍寄送國外的這個行為 同樣成分的藥因為沒有缺 所以倒還不必說民眾有恐慌 十個大概有七個人 他都是指名進來 就是說他要普拿藤 沒有聽到普拿藤 他就會轉頭就走 圓形黃色藥丸 另一桶白色長方形 這些都是同成分學民藥 以西安分劑量五百毫克 和熟知的普拿藤 一模一樣都有退燒止痛效果 而架上這些 屬於綜合感冒藥 要兼顧止咳化痰 以西安分劑量通常會少一些 大約兩百到三百毫克左右 但也能解熱陣痛 在臺灣有一種迷思這樣子 大家可能對這個廠牌會特別有興趣 就對了 在中國的一些台商朋友來講的話 他們對這個牌子 並不是說很熟悉 他們只是跟我們講說 請你幫我們準備退燒止痛藥 買不到普拿藤 但其他廠牌都還有 醫療機構也不缺 只是怕囤貨潮擴大 需要用藥的人要多跑好幾家 三立新聞李文玉 專家宣 台北報導